兄弟们啊 今年找工作不好找啊 到这个人才市场这里啊 找工的人比教工的人还要多啊 在这里招工了都没有几个人了 都是那些公鸡都是4000多块的 又不包吃 又不包住 蛮搞的 介绍 你看看怎么有人呢 招工的牌位怎么有人呢 怎么搞呢 今年呢 BBQ了 4000多块钱一个月啊 租了房子吃饭就没有了 你们那边有没有好工作 介绍啊 公鸡怎么样啊 介绍 介绍 你看吧 现在每天都是找工作啊 不停的找啊 到处逛 一天到晚就是要找工作 再找不到工作就没放弃了 现在又准备出来找工作了 没找啊 今天又到晚了一天 现在的工作室又越难找了 可以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找工作 还有吗 现在工作太难找了 这里是神经龙华链站了 今天这里赚 但是又没有找到合适了 麻烦了现在 现在又二十了 没有找到工作 今天继续 继续找吧 找不到我要打算回去躺试了 所以三一份的工作不好找啊 哎 麻烦的要死 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来时的一定会不会后悔的 因为这边实在太难找工作了 我身边有好几个董事也是 找了 十一天 十五天都有 都是没有找到 现在又不是去哪里想 因为神圳这边的工厂都 班主了 现在很多工艺学都是一些不好的 不在这边照顾 哎呀 好了 然后天天照顾 都是不好了 然后天天照顾 现在只想找一个算是便宜一点的 一百多块钱的 去住房躺试就好了 现在住的一个房子在神圳这边太贵了 至少七个一二一千块钱 我买了一张回老家的机票 我打算离开上海了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好 但是暂时是这么决定的 因为我在去年的12月份被裁员后到现在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我是河南人20年7月份来到上海 之后工在上海也待了有两年多了吧 我觉得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呢 我分析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找工作的心态和当时 和我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心态有些不太一样 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呢 我个人呢 我个人是一个普通的二本毕业的会计学专业 本来这个会计学的行业是非常的卷的 然后我的学历也并不是很出众于上海真的优秀人才太多了 所以说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是处处空闭 被很多一群二打击 之后呢 我当时就想着能够尽快入职 所以说最后找到了一份 就是找到匆匆忙忙的就找了一份 小规模小公司的工作 然后每天的话就是 重复性的工作嘛 其实被个人也是没有什么提高的 然后我辞职了 辞职了之后我就又找了一份 但是其实工作内容呢 跟前一份工作差别不是很大 然后我现在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 这次被裁员的话 我 就是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要有一些能力的 因为像我 我的两份工作其实 都没有 都是重复性的工作 都是没有什么 并没有很强的技巧性 技术性 所以说我现在 就是我现在失业了之后呢 我找工作 我觉得我的能力 我的水平 其实跟音乐生 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呢 我也想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还是要进一个好的平台 这样才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第二也会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我现在其实去找大公司的工作 真的是不太好找的 我投简历 也投了几个月了 基本上都是时辰大海 所以说我现在很迷茫 我也不想像之前一样 就是匆匆忙忙的找了一家小公司去做 然后不稳定吧 不稳定是一个原因 其率的话也就是 也就是没有什么提升能力的空间 以后如果说真的失业了 找工作就还会有现在我这样尴尬的 尴尬的时候 所以说真的很迷茫 留在上海 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但是回老家的话 回老家的话也只能是在室的 因为也不可能让家里人养着我 因为我毕竟家里也不算是很富裕的那种家庭 我很小的时候附近就去室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妹妹 然后我妈妈在家里也是比较 我妈妈也是比较 也是比较艰难的 也比较困难的 现在是2023年的商业 2号晚上的10点钟啊 我现在为的是广州市天和其扫星堂的林潭村外面啊 这里有一排的大排弹啊 给大家看看这边的一个大排弹的生意怎么样啊 我看到晚上很多人说广州的那个 大排弹啊 苍蝇业啊 都已经恢复了央火器啊 都说很多人 都是人山人海 激动犯的要排很长的队 几百个号 几十个号的 这里说 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大排弹了 天和其 小星堂附近的大排弹啊 大家看到吗 其实每个大排弹里面呢也不是很多人啊 虽然都有开门 都有营业 都有顾客在里面消费 但是呢 顾客真的不多啊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反正呢 大家都说现在迎来的报复性消费 在商场 在餐饮店 在大排弹 都是以圆满为话 广州地铁才是圆满为话啊 因为每天的广州地铁 这人流量啊都能达到1000万左右啊 所以说呢 广州是否真正的恢复了经济呢 这个还是 建言建制的啊 我也不敢说啊 所以呢只是给大家看 最真实的现场情况啊 大家看一下 门口罗切呢这个旗也 对这个形容 是有点不准确的 但是呢 真的是不多人了 人真的是不多 那这边也是啊 这边都是大排弹来的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或是有钱的话 大家就出来消费一下 促进一下广州市的那个消费嘛 现在的广州呢或者是广东呢都是提出了这个 高纪念发展嘛 但是呢没有消费回来的 高纪念发展嘛 是不是有专家说2023年呢 这个经济回暖 是经济非常好的一年 但是呢 从目前来看啊 很多企业 很多餐饮店都是倒闭啊 所以这个经济能不能真正的回暖 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啊 反正我就呼吁一下大家 有能力多消费的还是要多消费啊 是不是 没有能力的话就多存钱嘛 是不是 像我这种没有钱的 就已经能多赚钱了 是不是 反正每一年都是这么难过的啊 只要我们心中有信念 就一定能战胜这个困难 疫情前没有开放之后呢 全国的经济都说温暖了 但是我的收入就是一番也不增加 而且有减少啊 在股市亏很多钱啊 也不 Chair